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卓有成效 中国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社文章指出 中国两会承载着新的希望 中国愿把自身治国理政的经验 同世界各国交流共享 以自身发展为建设美好世界 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016年 习近平进行过五次外访 出访14个国家 推动构建各具特色 各有侧重 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 李克强四次外访 广泛构建中国外交的朋友圈 中国在主场外交 周边外交 大国外交 以及南南合作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李克强表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主要大国协调合作得到加强 同周边国家全面合作 持续推进 同发展中国家 友好合作 不断深化 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联系 更加密切 积极促进全球治理 几次改革与完善 李克强在报告中指出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将始终站在和平稳定一边 站在公道正义一边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我们愿意国际社会一道 智力构建 以合作共云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 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贡献 总理在这个报告中 特别强调大国关系 而且强调这种大国关系 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 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这个主推的一个大的目标 四年前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 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 上院10号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被写入联合国学议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55届会议主席 菲利普查沃斯对此评价说 从长远来看 世界各国和联合国 都会从这一理念中受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是中国人着眼于 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着实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斯蒂芬佩里 也高度赞赏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个国合作共赢的理念 称这是引领世界发展的中国方略 I think it's the only way for the world to go we can't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ever we will not get sustainability or security through competition we have to get it through agreed approaches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s summing up of that is very simple very realistic and is reflective of what many people think anyway so it's a good way to think 欧亚媒体网和李海时报主编 马利克·阿犹布·萨姆布尔 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指出 今年1月 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 说明中国愿意担当全球化 和多边主义的引领者 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努力 更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李克强在报告中还提到 2017年中国将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高质量办好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同奏合作共赢新乐章 实际上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塑造周边 其全球发展的核心倡议与方案 在2016年获得了更多国家的认同 截至目前 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对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支持 和参与的态度 中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顺利启动 今年5月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而金砖峰会也将于9月在厦门举行 全球策略信息 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 向政治卫视分析指 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 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以及之后的金砖峰会 将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 国际批志を賀与 国际 传统 realis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conference.